像这种二极管在电路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一下这块电源板 这有四个二极管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两个 既然二极管在电源当中是用的比较广泛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之前必须要了解这些二极管 具体需要怎么测量 每个二极管它都有标注 这有个白杆 这就是负极 这边就是正极 它的特性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我们测量的时候 把光表打到二极管档 然后这个黑表笔接在这个负极 红表笔接在二极管的正极 我们看一下 它是有500多的压降的 然后我们把表笔再换一下 红表笔接负极 黑表笔接正极 我们测一下 然后这个二极管是截止的 没有反应截止的 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判断为它不坏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二极管 这个已经击穿了 这是个坏的 正向反向都导通了已经 我们就可以判定这是个坏二极管 然后再测一下这些 这些也一样 也是击穿了 像二极管损坏以后 大部分情况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击穿损坏 还有一种坏的二极管测量是 就是正向反向测量 它都没有任何压降 然后也不导通 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 二极管开路了 像这种坏的一般就特别少 我知道现在没有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二极管损坏一般就这是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直接击穿 要不就是断路 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二极管的测量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